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维Coin 好像有印象 很久以前 有一点印象 我也很久没看了 大概前几天的时候打开来 想说早上早起听一下 然后听了一位大陆朋友讲的 他在讲说什么 台湾的年轻人为什么会 比较反中啊什么 我觉得我慢慢的理解说 为什么年轻人会有那种想法 我觉得我已经可以理解 我想说的是 杰克你算 跟我比起来 跟我们年轻人比起来 你算老的 所以说 可恶 好你说 对不起 那我说他讲的 那位大陆朋友讲的 我觉得讲很好 就是说 他说 台湾年轻人就是在没有 没有那种历史格局 没有当时那种历史格局的情况下长大的 他为什么要接受 为什么就要接受一个 大国在旁边一直要想要把我们抓过去跟他们合并 就是当你不了解历史的时候你无法去 假设一个不是接受中国教育 不是接受大中华民族教育的人在台湾长大 他无法理解 对吧 这你同意吧 对对 所以我说 正常台湾年轻人会反中 我觉得 没有那个 有他的道理在 去中化教育吗 对 对我是觉得有他的道理在 所以我说 像杰克你刚才对 那个5030的那种态度啊 我觉得是 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太过分了吧 我的态度很好啊 我的态度哪有过分 对 但是杰克你想哦 你后来 你念斗内的那些语句 那些斗内的人写那些话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过滤一下 有些东西实在是 会很伤人 你知道这没办法 那个斗内 斗内他讲了我就会念 这个这个 因为这是我的那个 就是念嘛 他斗内他讲 除非他讲脏话 不然我 我只是念斗内而已 这个就是 替网友讲出来 因为其实 你知道斗内跟那个 一般那个聊天室留言 的差别 只是他斗内他会 把那个留言给标出来 让我能够看到 然后我看到我可以念 那其实他跟一般聊天室留言的性质是一样 那我没有办法控制网友 没有留什么言嘛 你懂吧 所以 了解 对啊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我没有办法 这个还是要 除非他那张话我就不会念了 但是一般来讲我还是会念 而且哈哈 我跟你讲哦 5030他 不要说5030啦 就算之前我访问过那个张亚中老师 然后我还访问过那个国民党的那个 之前的大陆事务部的副主任 邓副主任 然后张荣公主任 然后还有彭匹啊 彭匹你知道吧 彭文正彭匹 那我在念网友的那个提问 也有直接攻击他们的 我还不是照念管他的 也有啊 那个国民党青年团的 那个之前的团长 也是啊 那斗内照念 他们也就是 就是这样 网络生态就是这样啊 好不好 对 好 再来就是 那个什么 小粉红跟1450 我觉得 给年轻人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知道 两边都在做人身攻击那类的 但是我说 我说的是 我今天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 假设今天我在网路上 支持中国怎样的 我不会被1450攻击 但我如果今天 在网路上攻击大陆 我会被大陆的粉红攻击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呃 1450毕竟是花钱请来的 所以他们挑攻击对象的时候 是会 挑那些有价值的目标 但是 小粉红比较说 比较像是 他们 对于国家一种热情与情怀在 他们攻击的时候是 他们攻击的时候是 呃 就是 觉得说你的理念跟我不同 我想要跟你进行交流 但是1450则是 花钱请来 他们是打主要目标 所以 对于 呃 普通年轻人 支持中国年轻人 支持大陆年轻人来说 他们容易的 他们不太容易被 1450攻击 但是对于 呃 这些 那个什么 那些呃 民民党的或者是 绿色的或者是青绿的这些人 只要留一段话 一两句话就马上会被 呃 那些 中国的大陆的一些 人士进行跟他们讨论 嗯 所以我说 嗯 所以我说为什么呃 为什么那刚才那个5030 我大概可以了解 为什么他会认为说 嗯 可能 民党的1450没什么在攻击人的原因啊 哦 就是因为 程度不同 因为他自己没有被攻击是不是 没有被1450攻击 可能是 因为因为1550攻击到的人 实在很不容易 除非你是跟民进党有厉害关系 不然 很难受到他们的攻击啊 像我啊 我会被攻击啊 你还好啦 你的受众大部分都是 大陆的网民 所以基本上是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你在台湾的 小看我 台湾的影响力不够大嘛 所以对1450来说 没有攻击价值啊 对吧 我 你这么小看我 我愿意有一点好不好 好啦好啦 真的就是一点 对啊 所以我说 嗯 对 你说了吗 所以你说这个1450 他只会找那个有目标的 呃 有价值的目标去攻击 他是一种武器嘛 如果 他 我这样讲 他是一种武器 但是 呃 我们台湾 呃 台湾年轻人说的小粉红 并不是武器 他们则是一群 就是觉得 他们的想法是正确 想要来台湾进行 想要对台湾的人民 跟跟台湾人进行一些交流 而不是攻击 他目的 目的交流 而不是攻击 嗯 那台湾的1450 目标是攻击 而不是交流 那所以 所以呢 所以你讲的是 所以 所以我说 呃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 他们当然会认为1450没什么 但是觉得大陆小朋友很有什么 但我认为是说 一边是想交流 一边是想攻击 一边是把他当武器 一边是 纯粹是人民之间想交流而已 OK 好 对 那 大概就这样 没有什么 我是说 对可能就是 捷克里的视野 确实可能有点小 就是多看3D 都看民事 你这个是认真的吗 大哥 不是 我 我想说的是 我不知道该说认真或不认真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我的FB 我的社团社群媒体 是没有在追台湾的媒体的 但是 对 但我觉得我得追一下 像我都是 我是没有 我原本有手机在对TVBS 就连TVBS的手机版都在给我传一大堆什么 什么某某拍什么片啊 然后什么网路流传啊 然后怎样 都是没有一些 都没有一些深度内容 全部都是一些 杂七杂八 乱七八糟一些 对啊 那你还要我看 但是你毕竟在做这一块的嘛 我觉得你也得了解一下那些 用 用一些 不同角度看一下 理解一下绿营的那些年轻人 因为 他们的想法后续有点什么 我会 我会选择看啦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必须要选 选 那个新闻的方向去了解 那像那种什么八卦 那种东西就偶而 少到就看就好了 我不会一直追的那种 对啊 我知道啊 实在太没营养 你知道 台湾的 我觉得台湾的新闻现在只剩八卦 没有没有多少正常的内容 嗯嗯嗯好了 我觉得连政治都变得有点 有点像 而且还有杰克我觉得 我觉得呃 你做这个平台的目的是什么 我做这个平台的目的 对 就是经营这个 频道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做做频道啊 把频道做好 做call in啊 交流啊 然后观点输出啊 那有我的观点 引出网友的观点啊 我说我觉得目前对台湾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反而是不要再 不要再关注两岸这一块 对台湾最好 对就是 都不要太讨论 大陆或者台湾 反而是对台湾目前最好的方法 唉 就是回到马英九时期的就是 那样的样子就是 这对大陆可能来讲不太 对大陆的 网民来讲 或大陆人民来讲可能台湾那 就是很不尊重他们就是 都不讨论台湾什么时候统一 而是只讨论怎么发展 怎么样发展 就是逃避啊 但是我说对台湾最好反而有可能是逃避 唉 孩子 因为你看哦 现在 不是这样了 下一次的选举 我们在讨论一级只有什么 只有统一或者是独立 就这两个而已 没有什么台湾未来怎么建设怎么建设怎么建设 永远都卡在统一或独立 当然张亚中说 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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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亚中老师说他要 他要 他要先统一才能做下一步 所以我是支持张亚中的 因为 我认为 你要嘛这件事 像马英九一样永远各自不谈 先发展 要嘛就是直接拉到最前面谈 谈完之后再发展 最重要是要发展而不是谈 统一或独立 孩子 孩子 你20岁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这个频道 至少还有一个正面的意义 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种认识的台湾人 实在太多了 台湾人大概都从自己的 想法去想两岸的问题 其实 已经不是 我们自己觉得 可以不去处理 可以搁置的 两岸 两岸问题可以搁置的 就是可以搁置的 因为现在 以我的了解 我们是必须要 台湾人 必须要正式去面对这个问题 已经不能搁置了 只是我说我们这样正式有用吗 我们这样民进党跟国民党 两个有在正式吗 两个都没有在正式啊 没有在正式不如不谈 对不对 让时间去决定就好了 国民党民党没有在正式 两方不都是一样 就是打 那个 就是 一方唱 一方复和 一方喝 国民党民进党没有在正式这个问题 不代表就是这个社会 就不能发出正式这个问题的声音啊 你懂吧 但是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人发出来啊 到现在 靠北我不是人哦 干 连一个可见的力量的可 可 可 你就嫌我力量小嘛 是不是 所以我才觉得说甚至 那干脆就不要管 我们只要 建设好 反正未来如果是 大陆的同胞 站上我们的土地 哎 看到你台湾 比 比 2021年更进步了耶 然后你不是觉得 就开心很多吗 你确定会更进步吗 不是啊 我说如果 如果我们都不谈的话 只谈发展 会更进步啊 但如果我们谈的话 只会像只会现在这个情况 然后再延续个四五年 对不对 哈哈 就好像 你你你你自己在那里不想谈 但是搞政治的他还是要谈 然后他会往他喜欢的方向谈 然后来获取政治利益 所以该谈还是要谈好不好 大家还是要把自己觉得 现状给讲出来 多一个人知道是 是一个人知道 好吗 多一个人知道是一个人 这我们没有用啊 就是实际上用处没有啊 就是养活节课而已啊 对不对 那起码养活我嘛 要也不错啊 对不对 啊 也是啊 对啊 也是嘛 人活着想要吃饭嘛 我又可以做一件有正面意义的事 然后又可以养活我自己 对不对 你就让我好好做嘛 对不对 我做得很开心啊 哈哈哈 好吧 那顺便 行有余力还可以影响 多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一百个 who knows 对不对 那那那很好啊 正面啊 哦 好吧 哈哈哈 我只能说 嗯 我对台湾的未来不看好啊 我是希望说 要要同意赶快同意 要独立赶快同意 赶快独立 不然就是 要同意就无限起格子 要独立就无限起格子 我是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 要独立还无限起格子 你还好吗 没有 我说的是 不管要怎么做 你要嘛 马上处理掉 明天处理掉 要嘛就是无限起格子 我觉得这样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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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不要 不要 不要想要这么极端啊 反正 呃 我就觉得 哇 台湾 最好的这个方向 努力的把这个声音给发出来 那把这个现状就是讲出来 好不好 就是透过我的 那杰哥 嗯 杰哥你除了吃饭之外 呃 你希望未来台湾的 就是怎么走吗 希望台湾未来怎么走 我不是 你 你都没有看我频道是不是 我有看啊 但很久已经 我已经脱节很久 我还停留在一年前 好了 一年前 好 我跟你讲 台湾基本上现在 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做 对啊 和平统一 嗯 一个叫做 武力 对 战争独立 没吧 一个是 一个是武统 一个是和同吧 不是不是 站在台湾还武统个屁 你以为台湾还可以统一大陆啊 站在台湾就是战争独立 站在台湾 站在台湾的角度 站在台湾的角度 能够选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和平统一 一个是战争独立 所以基于现实的考量 我觉得台湾只能赶快开启和平统一谈判 然后站在台湾桌上面 对台湾替台湾要到最大的好处 这个我一个台湾人讲 讲这个无可厚非嘛 本来就天经第一了 那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努力促成这件事啊 不然的话 那就是要面对 武力 那基本上呢 武力就不会是独立 武力就是被统一 那不管武力 武力统一 然后怎么样 那台湾就一定要受到战争的 这个叫洗礼吧 因为台湾就是战场嘛 那 那所以就是 就是眼前就是这样 这两个选项 你就选一个啊 那你要选哪一个 只是 没有 我一定是选择 我就算是上战场我也不开枪 我是那种 不会为台湾开任何一枪的人 不是啊 我是说如果现在是两个 这两个选择 你要去选一个 当然是和平啊 我甚至都想去中国 那当然是和平统一啊 你也不要武力去独立 不是吗 对啊 那我说 杰克那你觉得你现在经营这频道 有为达成这个目标 做到什么贡献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啊 达成这个目标 如果是我这个频道 就可以达成的话 那我他妈滴也太伟大了 但是你知道 成功不在一个我 成功在千千万万个我 由一个我唤醒千千万万个我 那当然我也没那么伟大了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 我毕竟也可以生 替我自己的生活谋生嘛 对不对 但是谋生是一件事 你的谋生 你除了赚钱以外 你的这个赚的这个钱 还可以替你的理念 或替这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意义 那你赚这个钱就很有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啊 又可以养活自己 又可以带出一个正面的价值 所以很好啊 OK啊 好吧 那至于这个终极目标 不会是由我这个频道完成的啦 我他妈的哪有那么伟大 我也太强了吧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也许有可能啦 好不好 那我觉得 好 最后讲一句就是杰克你可能对 像5030这种人你要 再和善一点 我对他不和善 不是 我说是 像是后来网友的嘲讽啊 我觉得是大家要 如果想要改变多一点 像5030那样的年轻人 我们要稍微的更 不要嘲讽他们吧 哦 好 对他们来讲反而会 拒绝与我们沟通 好好好 OKOK 我会再和善一点好不好 我还不和善 好 我会再和善一点 应该说是 不要嘲讽啦 因为我觉得 我也能理解 就是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好 就是 对啊 好 OK 好 谢谢你 超级哈哈 我会再和善一点好不好 我再和善 我都要去 吃哉念佛了 再和善 好 不是啦 是说别嘲讽啦 就是用 关怀和谅解 我什么 我都要发圣光了 好 OK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拜拜 嗯 好 我还要再和善 再和善 哦 好 来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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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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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感谢观看